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介紹絕對值的不等式 好,如果你有掌握到前面練習的圖解的技巧的話 絕對值的不等式很好理解 這個x加1的絕對值小於3 就是x到-1的距離小於3 那一條束線-1 往前加3往後減3 2-4 x到-4和2之間 x再負責和2之間 那我們也可以用分析的 因為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可以讓大家觀察一下 好,因為中間的推論很簡單 我們直接從這個學號來看 那所以如果x大於1的時候 你會導出x小於2 如果x小於等於1的時候 你會導出x大於-4 那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說範圍就是x是-4到2之間 那雖然這個答案x是-4到2之間 大於-4小於2 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就寫答案是這個的話 我會算你錯 我會至少扣 我覺得3分之1到1半的分數吧 如果只有對錯的話 我不想給分 為什麼呢 首先 我們這個x大於等於-1和小於等於-1 是這個會發生 或者這個會發生 這兩種都有可能發生 如果這個發生了會變這樣 如果這個發生了會變這樣 所以他們是或者的關係 那也就是說你在這裡解出x小於2 或者x大於-4 在數線上喔 你其實得到的是它小於2 或者大於-4的話呢 是只要有被這一條或這一條蓋到的都算 其實這樣子的答案不是 x夾在-4到2之間 而是任意時數 但是x是任意時數當然不是答案喔 答案真的就是夾在-4到2之間 所以問題出在哪裡呢 所以第二點 問題出在你沒有去檢查前提 那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會給你call一半的分數 因為你至少有一半的流程是沒有做對的 你是錯了又錯 所以感覺好像答案是對的 你沒有考量到這個是或者 你也沒有發現它或者之後會變無限多組件 你也沒有去檢查係數 那我們在這個等式的時候檢查係數 就是檢查這個有沒有在這個裡面 在不等式不一樣了 因為我現在這兩個都是範圍 我先要求x要大於等於-1 所以如果今天有-1的話 就書線上 書線上 有-1 然後我希望它要大於等於-1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發生x小於2 是我這一題的答案 所以它要建立在有大於-1的這個前提 這兩個是只要同時成立的時候呢 其實這一條路線最後留下的答案是x大於等於-1小於2 小於的這邊沒有等號 因為題目沒有等號 大於有等號是因為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都會幫它加等號 所以說x小於-1的時候 討論出來結果x要大於-4 所以這個大於-4是建立在小於-1的前提下 所以其實這兩件事情都要發生 才算是我這個部分的答案 所以最後 x是 小於等於-1 那 這個一樣 4這邊是沒有等號的 所以我們在一起 最後的答案就是 這個 或者 這個 然後我們要把它合併起來 也就在一條路線上 我們能夠接受的是 比-1 大於等於 但是比2小 然後另外我們能夠接受的是 比-1 小於等於 然後 比-4大 那中間這裡就直接疊住了 所以它其實是連通的 所以最後這一題的範圍 的確就是-4到2值減沒錯 可是你要了解到它分析法的時候 其實是走這樣子的討論流程 並不是說直接拿這兩個就是答案 其實這樣在邏輯上是不對的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絕對值x-2如果大於等於7求x的範圍 那一樣 x到 那我們在上一題有提到 書寫這個x到什麼距離的這件事情 建議你們盡量在 我們教學的過程中 自己會去寫 你寫越多遍 這句話在你腦中的印象越深 要大於等於7嘛 所以說 數線上 有一個點2 加7 減7 分別是9和-5 可以嗎 那但是怎麼樣呢 我要到2的距離 比這個7還要更遠 所以不能夠是這一些點 也不能真的 可以等號 所以可以剛好是-5和9 或者是他離得更遠 所以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呢 是x-5 x-9 在這裡提醒一件事情 從國中開始 有些學生的不等式 就習慣他直接當成等式算 算完再來加不等號 算完 兩個的話 兩個數字算完就夾在中間 假如只有一個數字 就感覺一下 還是正大於還小於這樣 這是一種很不好的習慣 就好像我們一開始教絕對只說 有的人習慣怎麼樣 把等號另一頭的加正負號就算了 就這樣子 這個都是很容易錯的 所以我們在做不等式的時候 第一個 就是不要直接當等式解 才要看正負號 因為這樣子你這一題 很容易會達成在-5到9之間 那樣就不對了 那樣就不對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在思考的時候 不要去取整數的例子 就說今天x要-5 那就是x-5 不要去寫小於等於6 f-6 就是不要自己去取下一個整數 那樣是不對的 可以嗎 好 那於是透過這兩題 我們可以整理一個階段性的結論 你在這個階段性的結論 最後面這裡 豆5號一個k要大於0 如果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 絕對值a 它會大於k 它會比一個正數還要大 那這個a呢怎麼樣 它距離遠點超過k 所以它會大於k或 小於-k 就是有點像這樣 這裡是遠點 對不對 然後a到遠點的距離比 k 這裡是k 還要更外面 a會大於k或小於-k 那如果今天 我說絕對值a會小於k呢 那它就會在正負k之間 可以嗎 如果這個絕對值a加5 在1到3之間的話 會怎麼樣 所以圖解法 它就是x到-5 大王的距離喔 會小於3 會大於1 我們直接把這個 小於3跟大於1都寫進來 用一條式子解決 然後畫素線 如果是距離-1的話 你會得到的是-4和-6 如果是距離-5、3的話 你會得到的是-2和-8 所以說 它到-5的距離 要比-5 要離得比-1更多 可是不能夠超過 這個 -8跟-2之間 這樣子 所以最後這一題的範圍 畫起來是這一塊 這樣可以嗎 順便的看一下 如果用剛才的那個階段公式 會怎麼樣 我們說如果絕對值大於 等於一個正數的話 它的那個範圍會 距離-5 一單位往外跑 對不對 所以它做出來會是距離-5 一單位 但是往外跑 那連續的式子是同時要成立的 所以這個用那個 那個大瓜糊記號 是連立記號 是而且的意思 所以你的X必須要符合在這一段 而且 所以X到-5的距離要在3以內 它加3是-2-3是-8 所以X的距離要在-8到2之間 那合併上面這一塊 我們的X的距離要比-5的距離要比1還要更多 可是要比8和12還要更少 所以最後就會夾出就是剛才這兩段的距離 我們先 波折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再繼續上到這裡